男子先開上衣露出肚子上大片的瘀青 當事人的爸爸則是指控 這些傷痕都是醫院裡的互助毆打導致的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南區一間醫院 陽性男子指控他的兒子去年情緒不穩 並且陰暗需要住院治療 沒想到就被院內的零性護佐出拳毆打 肚子上出現瘀青 零性護佐確實被醫傷害罪嫌起訴 陽性爸爸表示 除了要揭露院方暴力行為 也希望法院還給他們公道 比較強勢一點 但是針對毆打病人的這事情 禮拜一我們就知道我們就停止了 醫院也出面回應 確實當時零性護佐在協助護理師 執行約束治療的時候太過強硬 事後他也因為此事已經離職 有相當多次的攻擊行為 因為我們收集的醫護人員被毆打的事實 所以給彰化地檢署來去偵辦 彰化地檢署也派了保全 在旁邊24小時跟著他 他連保全也一起打 所以保全也告他 不過他們還原當時陽性病患 先攻擊保全才會出現後續壓制的情形 院方無奈表示陽性病患 有多次攻擊護理人員的行為 彰化地院也依加法 判定醫院可以針對陽性男子 進行約束治療 目前雙方各說各話 究竟誰對誰錯 只能再由法院釐清 TVBS新聞 呂正成廖反一台中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